随之2022年的逐渐启航 2021年也与我们正式告别了 而近日AMD也公布了2021年的全年财报 其中公司营收提高了68% CGAP净利润更是增长了118% 突破了历史新高 同时AMD收购萨林斯也获得了所有必要机构的批准 至于更加详细的情况 下面就请跟这期客机来看看吧 早在几天前我们已经知道 由于受到全国多数机构的反对 OVIDIA收购ARM案正式以失败而告终 同时OVIDIA还需向软银支付12.5亿美元的赔付金额 但反观隔壁的AMD 其收购萨林斯的进展就显得相当顺利了 但其实早在2020年的10月27日 AMD就宣布将有意收购萨林斯 并通过互补的形式来整合两家的产品和客户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AMD于2022年2月10日正式宣布 此交易以获得所有必要机构的批准 并于2022年2月14日前后最终完成 这也就意味着 AMD将正式合并赛林斯 并通过将CPU、GPU、FPGA、自适应SOC 和身后的软件专业知识相结合 以此为云、边缘和智能终端设备等 提供领先的计算平台 除此之外 AMD也于近日正式公布了2021年的营收信息 具体来看 根据财报数据显示 2021年AMD的总营业额为164亿美元 同比增长68% 而毛利润为48% 将2020年增长超过3个百分点 但这些成绩 均是得益于计算和图形事业部 及企业嵌入室和办定制事业部营业额增长 简而言之就是 AMD2021年的大部分利润 几乎与桌面端的锐龙处理期没什么关系 同时根据Mokio Research的调研显示 2021年的Q4季度 AMD桌面CPU市场下降至16.2% 是近两年半以来的新低点 出于这样的原因 其实从产品的更新进度中就可以看出 2020年的AMD 发布了基于REN3价格的 芮龙5 5600X 芮龙7 5800X 芮龙9 5900X 和芮龙9 5950X等四款全新产品 但是来到2021年后 AMD全年仅发布了芮龙5 5600G 和芮龙7 5700G两款 基于REN3带核显版本的CPU 然而隔壁的英特尔 则是直接发布了数十款12代酷热CPU 所以市场占有率方面 自然是不言而喻 仍然不用担心 目前在X86处理器的整体市场占有率上 AMD已经创下了25.6%的优异成绩 同时企业预告了 基于6纳米的REN3加架构 和RDN2架构核显的芮龙6000处理器 以及有3D VCatch技术的5800X3D 当然基于5纳米REN4架构的 芮龙7000系列处理器 也即将于2022年下半年开始供货 所以就请继续期待着 AMD再次给我们惊喜的那一天吧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而目前超极客的置顶动态中 也正在抽取价值1.5万元的整机一台 感兴趣的小伙伴千万别错过了哦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硬件相关的消息 和可不知识 记得关注超极客 我是极客机 我们下期再见